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看一下 挖打他也现在正式跳出来 等于杠上了美国 就是他曝光了正式声明 就说USADA允许服用兴奋剂的这些运动员参赛 明显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旨在保护运动竞赛完整性的规则 挖打并没有批准过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多年来允许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参赛这件事情 直接开丝啊 那就连美国拿下九面奥运金牌的得主 刘逸司也曾经承认 尽管1988年汉城奥运前 三次检验都是阳性 但是最后还是被网开一面 雅典奥运会的白米冠军贾斯汀 他两度被验出阳性 按照规定来说 应该是要终身竞赛啊 但是这个USADA却是极力为他开脱把这个终身竞赛 缩短为四年 那现在大家就开始在爬梳这一篇 这个挖打里面啊 还提到了哪些 过去曾经有一些运动员啊 可能有这个被验出 阳性的这个禁要反应 但是仍然参赛 他是说2017年的时候 美国的运动员 吉尔罗伯茲 他曾经在里约奥运的这个400公尺接力 1600公尺接力 他跟这个女友接吻 所以导致这个兴奋剂阳性 那后来就得到了这个USADA的赦免呢 然而在2022年 他又被再次验出这个服用禁要 所以后来他就没有用这个接吻理由啦 他就被禁赛了16个月作为处罚 那现在反正呢 至少挖打他们有三起 严重违反这个兴奋剂规则的这样子案例 就是运动员后来还被允许继续比赛 所以呢 他们现在这个挖打就抖出来说 这个USADA一直在搞这些事情 那这一次其实竟然还有说 竟然有这个女子水上芭蕾的运动员 叫做Kalistar Liu 那他在赛前的兴奋剂检测是阳性 然后USADA就发文力挺 就说因为呢 他睡在他父亲的床上 那他父亲使用的眼药水滴到了床上 所以他不小心吃到了 所以这个也没啥问题这样子 这个是USADA的一个讲法 那所以反正呢 他们就讲说 在7月时候已经做出财势 他没有过失的违规 所以让他继续可以参与水上芭蕾队 也变成了就是现在大家开始 反正就是中美开思吧 就是你美国一直要我这个 中国大陆的游泳队的一些成员一直咽尿 那我们现在也反过来 对于你这些东西开始提出质疑 在大陆上面的网路上 特别这样的风气 整个已经这个火降不下来 大家已经对于美国的愤怒了 怒火已经烧到了一个高点 比方说微博的一些热搜 都是相关的这些词 美国选手自称接吻 然后导致这个兴奋剂阳性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个 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招呢 甚至有大陆网友讲说 奇怪了这个咽尿 这个兴奋剂检测是尿液检查 他是用什么跟女朋友接吻的呢 大家开始在那边神解读 还有就是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猫腻点 就是游泳选手 就是美国游泳队的选手 大家不再讲说他们紫色的脸吗 人家想说是一个灭霸脸 那灭霸其实在台湾的翻译叫做萨诺斯脸 就是看起来就是 怎么紫色这样子 好像脏红着脏紫着脸 那这个奥运会转播的肤色 因为我们有版权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 各个媒体的图片弄出来 我们只能用示意图 但是网路上面 微博上面大家都有截图 就是说在美国使馆 他们自己po出来说为这些选手们加油的时候 肤色是正常的 是白人的肤色 但是奥运转播的时候肤色是紫色的 那其他NBC也有调过颜色 但问题是BBC跟加拿大 没有调颜色也是紫色的 人家讲说 这难道美国还知道 这个要后期调整一下 是有点粉刺太平吗 还是欲盖名张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质疑说 这美国是不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掩耳盗铃啊 为什么你脸是紫色的 你还要后期自己去调整颜色呢 那大陆网友就开酸了 就说这个白皮发现皮不白啊 于是把自己披成了白皮 然后说紫属金的话题热门起来之后 现在就连镜头都少了 就是看完成绩之后 就有意识的把头扁过去 就不要对着 把脸对着镜头了 他们发现到这些状况 这是大陆网友的一些反攻 对于美国的一些禁要的事件 那再来我们看看潘展乐也带起了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硬气反击潮 因为他每次都是讲完说 他怎么样怎么样很高 这能说吗 然后现在开始有一个告状潮 那就连这个潘展乐告状之后 现在都有新闻标题说 这个告状行为开始人传人 就连体操选手张伯恒也吐槽巴黎奥运的这些餐食 真的是一场不小的冒险 实在是不太好吃 所以现在告状风潮已经在这个运动员之间 不忍了可能也到了尾声 所以大家就开始把这些日子以来 在选手村不吐不快的一些事情 通通都端上了台面 在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讲了出来 但是我们看一下飞鱼这一次 菲尔普斯也有很多人 去问他关于大陆选手的事件 他发表了一些看法 也让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 但他现在讲说 看到美国队的成绩 觉得挺失望的 应该有一些比赛 值得有更好的佳机 怎么会只夺了一斤呢 他说他很担心四年之后 洛杉矶奥运 也就是美国队的未来 现在看起来其他国家 都已经陆续赶上我们了 我认为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 很多事情 其他国家也在做 他们已经赶上来了 所以他觉得 未来挺不乐观的 但是也有大陆网友讽刺他说 是不是你对于美国选手 克要之后成绩不理想 所以才感到失望呢 所以可以看出来 大陆现在目前对于美国的反感 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点的 临界点了 还有我们看看 中国大陆的要件 现在也质疑说 美国的田径选手 是不是系统性的在使用兴奋剂 这难道不应该查吗 所以看起来现在这场奥运 已经变成两大国之间的 兴奋剂的一场 这个等于说舆论战了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美国方面改口 是因为国际奥委会下面那个挖打 他开始强力反击 而且国际奥委会警告美国 说你如果再这样搞 那我们就用药检为理由取消你 2028举办奥运资格 所以美国当然吓到了 那费尔普斯也是改口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法国选手 因为法国有一个选手叫Machang 他拿到四面金牌 那法国选手也去跟中国的游泳队道歉 因为那天那个中国游泳队要跟他握手 他可能没看到 不管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 就是因为国际奥委会 还是有他的标准 美国是US ADA在那边乱 他自己有他的ADA 那人家是根据WADA 那中国也有ADA叫CADA 那你这个就好比那个国际全种 就是那个全级协会 IBA 在跟奥会乱 那不是一样吗 你就用你的标准来乱 那你的选手脸色为什么发指 你也没解释 而且美国 他有很多选手事实上 也在要检出过问题 结果还继续参赛 这个WADA可以找到很多记录 那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中国选手是因为上次 2019年 就在东京奥运七个月之前 那有23个人要检 那后来他们说是吃了 好像是什么炸鸡吧 就微量 那WADA那次是判 对比赛没有影响 所以让他过关 然后那23个 2019年被药检出来的人 这次有11个参加巴黎奥运 已经隔4年了 你认为他们还能怎样 而且这次的药检 平均中国队每一个人大概是检查41次 所以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坦白讲你要从历史角度看 你才看得懂 因为游泳是美国的地盘 事实上这个就好比华为做出5G 美国不舒服 所以你怎么可以做出高科技 一样 运动赛事也是一样 你怎么可以进来游泳圈 而且还得金牌 这个事实上历史上也发生过好多次 比如中国队1984年开始进入体操 然后后来进入跳水 跳水后来不是产生梦之队 那德国资深就开始讲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全宏残根本就是文盲 都在那边胡说八道这样 说他什么都不会只会跳水等等 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 你若从历史的角度看体育 你就知道这个叫做白种人的恐慌 他发现本来都是他垄断的领域 被你跟上了 被你追上了 华为5G就是 你怎么追上了 现在电动车 你怎么也追上了 你不可以追上 你要回去做纺织品工具 玩具 雨伞 你该回去做这个 那一样运动 你应该回去打桌球 回去打羽毛球 这个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不能进来我的地盘 所以这个就是白种人的恐慌症 好 来文赖老师 就是你怎么对别人 你应该也要允许别人怎么对你 这个才叫对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人做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可以追求你的最大的幸福 你也可以要允许别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最大的幸福 这是很基本的道理 你可以查我 你也要允许我可以查你 这个就是同一个标准 可是如果说只能我查你 你不可以查我 那这个就是流氓 这个就是黑道 就是无赖 大家不能接受 现在的美国的问题就在于 只准我查你 不准你查我 你要查我的时候我就抗拒 你看他就引起公愤了 全世界都站起来了 大家都站起来 首先是中国已经被查到忍无可忍 而且中国说好 我自证清白 你要怎么查都可以 那因此我都配合你 我让你查 查到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说史无前例 没有人运动员 其实只要攀展那没拿到金牌都没事了 然后呢 对他拿到金牌 而且还4乘以100 对嘛 都拿到金牌 对嘛 那都拿到金牌了以后 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反击了 中国开始反击了 就是说好啊 你要怎么查我 我都配合你了 我正清白 现在我要查你 那当我要查你的时候 你美国这个不给查 那个不给查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家就不接受了 人家就会说你可以查人家 人家又是不能查你 你怎么查中国的 那中国就有权利要求怎么查你 你查了每一个人 刚刚亮哥说 41次平均 那你田径队的运动员 每一个人至少要被查41次 这个才做理善往来 这个才叫做一律对待 当你拒绝的时候 你就是有鬼 心里有鬼 好 果然这个跟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 我们强烈的呼吁 四年以后我们的代表队 包括中华台北 我们两岸的代表队到美国去的时候 只要你有可能拿到金牌的都要小心 你不能睡美国人给你的运动血手春 不能呼吸他的空气 不能吃他的水 我们都有讲 我们都有讲 现在果然美国证明了 有 原来睡在爸爸的床 爸爸的滴的眼药水里面 就有含内骨醇 就有含禁药 爸爸不滴在眼睛滴床上 眼泪的眼药水 眼泪的眼药水 不能接吻 不能接吻 然后我们已经 那这个证明我们当时的推断 我们说连空气搞不好都会给你加东西 连你的洗涤洗澡的水 我当初还没想过洗澡的水 后来想也不对 所以洗澡的水也会吃到 平下吸收 盖的床单 被褥都会吸收 那不得了 所以我们才会 我们看证明了 现在美国自己帮我们证明 美国人说他接吻 所以被感染了 因为他睡到他爸爸的床上 所以有了 有了什么 不是有了 有了阳性的检验结果 对 那所以 好敏感 很敏感 好 我们回过头来讲 这个就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因为美国已经帮我们证明 这些都会被感染 所以所有全世界可能会拿金牌的 或是会拿入围赢美国队的 每一个都要小心谨慎 因为你不要被 你要当心被下药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我们都知道P图就是造假 当然我们都知道美美图还是美 可是问题是 当你官方的照片出来的时候 你只要修改的它的颜色就是造假 那我们要问的是 你美国的官方的使领馆 你泼出来的照片为什么要造假 使领馆可以造假吗 使领馆泼出来的照片可以修图 可以造假吗 你一旦你造假了就叫做有鬼 因为大家都在问 就是说连奥委会都在关注了 但是太温柔了 那我那个正确说 美国没有回答 我帮美国回答了 因为美国有回答 美国回答是这样 我们的训练强度强 我们的运动员很疲倦 所以我们变成紫色的 就正面迎接都是用面来迎接 那我们的问题是在于 哪一个运动员的训练强度不强 哪一个运动员不疲倦 全世界的运动员训练强度都很强 你说我们台湾的运动员训练强度不强吗 很强啊 那个中国游泳队有公布他的训练过程 都是极限训练 然后为什么不变成紫色 那为什么偏偏就你美国代表队 而且不分人种都变成紫的 所以才会纸番薯 纸番茄 纸番什么的 所以紫色就变成敏感的颜色 我故意那两天都带紫色 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说 这个颜色很敏感 因为就美国游泳队变成紫色 现在看到这个美国修图 就人家就开始网路上有个笑话说 猜一个词叫做美图修秀 就是因为美国都要修图 来 将军 我认为这个兴奋剂的预议呢 就是潘展乐它创造了记录 结果是变成潘展乐障碍 将来在这个奥运的游泳项目 尤其是100公尺 很难超越 那你知道 大家马上就会来质疑 但我认为这个奥运比赛 都是顶尖好手 大家体力都要发挥到极限 那我看了它的100公尺 包含它444接力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潘展乐障碍在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西方国家 我认为这反身 因为我反复在看 它到底怎么去赢的 那它在100公尺的时候反身 反身的时候 它在踢那个墙返回来的时候 它刚好抓到黄金角度 它那个时候跟大家旗鼓相当 它一反身赢了 它换下踢的时候 踢那个脚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它是反身的取得 晚了时间浪费了 找了你踢的脚 那个脚要失利到墙的地方不够 所以找晚都不对 它刚好抓到那个黄金 所以它一反身就开始赢 我看来是这个 它反身技巧做得很好 大家都反身 因为现在没有碰墙壁 都是一定反踢然后过去 它在这一方面可能 因为我们讲了 一个是体能 一个是技能 就是技巧 它在技巧上赢了 体能大家都到达巅峰 都差不多 都是大概伯仲之间 但是它技巧赢了 第二次它赢在哪里 它赢在反身之后 它的海豚前进 因为还没有上来 你反身完毕之后 立刻先要海豚前进 再上来 手再出来游 它海豚前进 它摆荡的幅度别人大 它有点像海豚这样子前进 然后再开始 是这个样 它这个技巧 我认为不知道训练了几千次 几百次了 你才会有这个技巧 然后到最后面 后面就开始赢了 大家体力 跟这个技巧 大概都差不多了 然后它反身 跟海豚前进 两个赢了 那我们可以看 那个四四四百公尺 前面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仰氏 再来是蛙氏 大家旗鼓相当 但是碟氏是弱象 碟氏输了 碟氏第三棒输了 那盘长那是最后一棒 那盘长最后一棒 那时候是输到0.72秒 因为它都有时差这么算 它输到0.72秒 它一跳下去之后 也差不多跟没有开始 没有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 又一反踢的时候 又开始追回来了 一个反踢回来之后 它海豚前进 一上来的时候 开始领先 然后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 它的就是 它抓到了 它这个盘长那所创造 100公尺的障碍 跟四四接力的障碍 它后面 我认为是反身的技巧 大概已经到达 黄金比例的 最好的时机反身 然后另外 海豚前进的波浪幅度 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 海豚前进的时候 然后再起来 所以我都认为 美国输的时候 我认为它要去 检调他们的技巧 可能还没有 中国大陆的选手 如火纯青 我记得看到 潘展赖有一个专访 人家问说 会不会吃浪 因为游泳池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讲了一句 非常经典的话 就是说 领先的人不会吃浪 只有落后的人才会吃 所以他就说 他是靠实力来赢的 他不会吃浪 因为他造成的浪 才会让别人被吃浪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星空大白话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竟然太空人 可能要被困在太空了 这就是之前 我们在讲说 一言再言的 波音星际飞机 但今年六月的时候 首度实现 载人上太空 结果回不来 就一直就讲说 他们现在被困了 我们要赶快救他们回来 从六月初开始讲 讲到六月中 讲到七月初 讲到七月中 现在已经八月了 怎么人还在那儿 他们现在承认说 可能 没有办法了 得要求救了 然后使用求救 然后跟谁求救呢 要找 马斯克拜托帮个忙 那我们看这些太空人 到底什么时候 有机会呢 现在才求救的话 恐怕原定八天返航 要待到2025了 哇 这趟旅程 突然延长了行程 滞留在外空 这也是一个 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但如果不是说 现在大家 美国通通都在忙 美选的话 这件事情很大条 照理说应该要 全球性的这个祖墨 结果现在美国媒体 自己都在忙 在看美选 那我们来看看 他们现在呢 等于是在太空 已经待了两个多月 因为这个太空船 多个推进器 在对接的过程中 失败了 所以现在太空舱 出现令人担心的 氦气泄漏的问题 所以NASA也好 波音也好 都还在找办法 那拜托马斯克 帮个忙吧 所以他们现在 已经等于是 超支了15亿美元 所以现在 Starliner的船 出了问题 得要靠SpaceX 把他们两个给带回来吧 但是最快 也得要等到2025 也就是说 要待六个月 才能够返航 这也是重创的波音 我们看到这一阵子 波音的飞机 已经是G203出事故了 现在到太空 照样也是掉漆 所以看起来 美国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国力的问题 真的是令人堪忧 那现在美国都在忙 忙着这个选战的事情 最新消息出来了 终于这两位 这个川普贺锦丽 敲定了这个辩论时间 就是原定的9月10号 就是原本川普 要跟拜登辩论的时间点 那会在ABC广播公司 美国广播公司来进行 那也是两人的 首次正面交锋 贺锦丽就发文了说 非常期待 川普对于9月10号的辩论 做出最终的承诺 贺锦丽他在 这个底特律一场 造势大会落幕之后受访 表明说 放马过来 愿意参加更多的辩论会 而且现在他为什么士气大增呢 大家说因为有一个人 女神级的角色 泰勒斯 po出了一张神秘的照片 他在IG上面 po了10张 明明是演唱会的照片 紧急 那结果呢 极紧了 那但是呢 在第7张照片里面 大家发现说 这个人的背影那么熟悉 怎么穿着裤装 高跟鞋 这个长发女子的背影 看起来有一点像贺锦丽哦 那是不是他在预告 还是埋下伏笔说 他有可能会去站台 因为过去 大家都知道 他是比较支持民主党嘛 曾经也为 跟这个拜登同台过 所以现在 有一些疯狂革命就猜测了 哦是不是泰勒斯要表态了 泰勒斯不忍了 泰勒斯要站出来 挺贺锦丽了 还是说这是一种暗中支持呢 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哦 那这个看起来 现在目前贺 这个泰勒斯这边的公关 呃对外窗口 还没有正式回复 但是现在看看 经济学人的一个调查 在8月4号到8月6号的 最新民调 呃有40%的人认为 贺锦丽会赢得2024的大选 只有38%的人认为 川普会赢 但是呢 这个也是 其实各式各样的民调 呃此消彼长啊 就是双方都有这个 比较有利于自己的民调哦 那反观我们来看看 泰勒斯呢 现在好像已经觉得 自己十拿九稳了 胜券在握了哦 他现在已经开始觉得说 欸空军二号之后 以后就是他的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之后当副总统的话 空军二号就归他用嘛 那这个华兹就在抨击 川普跟泰勒斯 现在经济政策哦 那特别对于中产阶级啊 劳工阶级啊 造成非常严峻的经济困境 可是泰勒斯想的不是这些 泰勒斯想的是 欸空军二号 欸是我的 我们来听一听 I just want to check out my future plane But I also want to go say hello to the vice president And ask her why Kamala Harris refuses Why does she refuse to answer questions from the media And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press gaggle following her might get a little lonely 对所以泰勒斯呢 他可能忙着想一些 有的没的的事情嘛 一方面在想着空军二号 一方面在算说 欸贺锦丽你代表参选之后啊 都没有接受媒体专访 现在已经18天了 她都在数一些这种事情啊 那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就讲说 欸奇怪了 这个重罪犯派万斯 在贺锦丽的活动当中围堵她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 她真的会开始在 停机坪上面跟踪她 这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那贺锦丽呢 她自己演讲的时候呢 现在看起来她的迎面 或者是说她的一些民调反映出来 好像有一些都有超车川普 但是她会不会最大的挑战 也许不是川普 也许是有一些人觉得 你们民主党的烂尾 你还是要收啊 比方说像是这些挺巴的示威者 我们来听一听 所以现在恐怕最大的挑战 还是中东问题要赶快解决 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 我觉得贺锦丽最大的助选员应该是万斯啊 川普那个副手再多搞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是最大助选员 我觉得她引起的中间选民跟美国主流的反感 是越来越明显 尤其现在又对比这个隔壁的老爹 华兹 这个华兹 华兹真的 我跟你讲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比较两个人的财产 万斯的财产是华兹的40倍 那我坦白讲 华兹他是明尼收塔的州长 他一辈子就当高中的老师 然后当国民兵当了24年 就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啊 然后他的财产都一直没有增加 坦白讲 美国的政治人物做到这个程度 我还真的不多见 他就是一个平平实实很朴实 然后老婆也没有去赚什么大钱 就两个人的财产 是万斯的40分之一 那所以这个人讲话 他讲话又不会去带那个政治口号 他就是很朴素的用他的语言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这个隔壁老爹 尤其他是对比万斯 万斯就是充满政治口号 充满科义 那充满他虽然是穷苦出身 可是很快跟当权派 还有这个华尔街结合 有同臭味 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我觉得万斯再多表现一下 我觉得川普会越来越麻烦 那当然贺锦丽最大的问题 我事实上在我们这个节目我也讲过 事实上贺锦丽最大的变数就是 那个纳坦雅胡跟普京 因为纳坦雅胡跟普京都希望川普当选 所以他可能会给你制造一些变数 甚至我认为 我认为川普那边会得到中东的情报 搞不好都是纳坦雅胡的朋友提供的 然后最近不是乌克兰去强攻库斯克 那引起了普京很大的反弹 我认为普京要在乌克兰制造一点变数 也不难 所以我觉得贺锦丽这个才是他真正的 比较大的挑战 就是说未来这两场战争 你要回应 因为你是潜在的可能的总统 那这个他就比较麻烦 好 请教赖老师 这次波音的出状况 真的是让NASA也没有光了 因为NASA当初是为了平衡 所以强力的支持波音 也在发展太空计划 那因此美国在国际太空战中 就有两个停破点 因为有六个停破点 四个是俄罗斯的 两个是美国的 那两个美国里面 一个是给SpaceX 一个就是给波音用 现在的波音是卡在那个地方的 人送上去了 但是回不来 还是修复不了 那怎么办 时间越来越过了 之前湮面无光 然后故意装得很镇定 然后波音的太空人 也装得很热情 很开心 可是问题就在于 都是装的 装的就经不了考验 现在的情况是 要再拖延下去 要拖多久 那要不要找SpaceX来帮忙 来救援 这个对波音来讲 第一个是损害很大 杀伤力很大 对NASA也是 而且是这个钱要怎么付 你要找SpaceX SpaceX是马斯克斯做生意的 那你要付多少钱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原本 在明年二月的时候 SpaceX要打出去的时候 是要送四个太空人上去 但是要把两个太空人接回来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说要把 目前的太空人接回来 那目前的计划是 只送两个太空人过去 留两个位置 然后让这个两个太空人回来 可是问题是原来的波音 它为什么只有两个太空人上去 因为它有三个位置 为什么只有两个人 是要接另外一个人回来 好 那你想 如果到明年二月 两个人上去 接两个人回来 那还有一个人留在那里 那那个人本来是 在上个月就要回来的人 结果他在明年二月还回不来 然后还要再往后延下去 那这个人是谁 那如果说 假设是原本应该要接回来的人 他们留在那里 那他留的时间太长了 超过一年多以上 这个对太空人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是第一 对他的身体 对他的家庭身心 都不是一件好事 在那么狭窄 而且很臭的空间中 生活那么久 不是好事 那如果本来这两个太空人 是要把人接回来的 两个人已经多留了半年了 然后要他们两个人中 是女生留下来 还是男生留下来 这又是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NASA 现在目前来讲 他面临的困境 然后要不要请马斯克帮忙 可是如果马斯克帮不上忙 或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可能 还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有停泊点 俄罗斯有火箭 问题是美国开得了口 还是开不了口 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 开不了口 所以才没有办法 请俄罗斯帮忙 那现在怎么办 那最后硬的投币 还是要开口了 好 请教将军 我认为这个国际太空站 它这个当初应该要有备用计划 我们平常的时候都会说 如果这个太空船 没有办法 有困难 没有办法接回来之后 另外一个应该马上替补上去 总是任何我们都要有备用计划 万一这个太空船是有故障 或在空中的话 有一些问题 没办法再使用的时候 地面上这个太空船 还可以再发射把太空船接回来 这方面 这总会没有那么周延的计划 那现在问题是 这两个太空船从那边去的话 它会过度消耗里面的食物跟氧气 一个太空船大概一天 基础带血力就不要过度的运动 大概一天要353公升的氧气 才可以生存 你看你如果要延半年 你看多少的氧气 当然它一送上去是液态氧 然后再变成 转化成混合氧 因为我们呼吸都是用混合氧 那混合氧的状况之下 但是也要带液态氧上去 食物好解决 太空食物都是 我们知道高单位 浓缩的蛋白质 跟我们知道的淀粉 你吃了都类似牙膏一样 那个酱 那个类似果酱一样的 那是高单位的 食物好解决 但是问题是氧气的问题 那你 好那就要 我们这个载人太空船就不动了 那再获太空船要过去 你再获太空船还是要过去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到认为这个 我认为它这个可能是太空计划 因为太空 它有三个特色 高风险 第二个高价值 第三个高科技 它三高 尤其是高风险 那高风险 你高风险 也许有高风险的工作 或者是任务 一定要备用计划 如果是一般人 那没关系 一般就是一般 但是太空任务不一样 那我认为美国在波音 尤其波音这方面 最近出的事情比较多 那你更要有备用计划 那将来的话 如果是太空站有一些 在太空站 如果现在有一些爆炸或火警 要立刻离开太空站 他们现在谁去接 没有人可以接 那怎么办 那这风险有多高 这有多大 就像中共的太空站 天空号 它有一个 它有神舟17的 神舟17上去 神舟16下来 神舟19上去的时候 神舟18下来 它挂在上面就是了 它挂一个 万一太空站有爆炸 有火警 立刻做神舟19 就立刻逃离了 这个样 结果美国在这方面 没有这方面备用计划 换句话 它整个的风险更高 因为你有备用计划 我把 应用备用计划 造成风险的管控 像这个状况 能够有所 有替代方案 可以来做实施 而且它的高度 也不高 在408公里的地球轨道上面 不高 如果它是高轨 困难度蛮高的 它也是低轨 408公里 而且绕行的速度 也是一样 每秒钟 每秒钟7.6公里的速度 也是一般的 没有说特别的高难度 但是它这个备用计划 我认为出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周忙回来 好来关注一下 现在目前的中东大战 到底进展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现在目前大家等啊等 好像没有看到 这个伊朗有动作 为何按兵不动呢 阿拉伯的媒体就在讲说 现在在等伊斯兰 合作组织的特别大会 这是美国的情报消息人士讲了 因为伊朗对于 以色列暗杀哈尼亚 这个报复行动 感觉上面好像比预期 时间拖得比较久一点 那可能是伊朗 现在要在这个组织大会上面呢 结束会议 可能要有一些讨论之后 再来采取行动 那所以人家讲说 这是在常布局 还是伊朗真的是缩了呢 有这样的一些外界的揣测 那根据纽约时报讲说 德黑兰和其他13个省份的 他们所有的政府机关 7号的时候呢 8月7号停止上班 而且东西边境部分的地区 行政办公室上班时间 甚至还缩短 只有这个上午6点到10点钟 另外当局也发布了民航通告 也就是7号的晚间到8号 要进行一些炮火的行动 而且维持数个小时 尽管现在伊朗报复的时机范围跟方式 都是未知数 但是他们当局好像不断在做一些预备 不断在喊话 可是民众现在在备战上面 好像还不是很清楚 全貌到底是如何 那现在伊朗的讲法 仍旧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喊话 就说一定要付上高额的代价 那美国也警告伊朗说 如果对于以色列 你们发动这样的反击的话 会有非常严重的风险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中东的战云 仍就是密布的状态 只是没有人可以猜得到 到底伊朗会是什么样时候行动 究竟是在布局 还是它延迟行动 或者是不行动 变成了现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 一直在想方设法 想要打听这样的消息 那再来倒是抵抗的轴心国 先有一些动作了 叶门胡塞组织的领导人 他们讲说对于上个月 以色列针对叶门的一些空袭行为 胡塞武装组织一定会发动 报复行动 而且这个行动很快就会来了 他们跟这些抵抗轴心 也就是指像是伊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还有黎巴嫩真主党 叙利亚这些地方 反西方或是反以色列的民兵组织 现在正在进行一些力量的调节 协调合作 那他们就会对于以色列 来共同联合展开反击行动 那还有外媒提到了 现在真主党 黎巴嫩真主党呢 可能独立于伊朗 来进行一些袭击 我们刚刚讲到伊朗现在 好像正在评估 减缓了他的报复行动的时间 那但是会不会先由 这样子的一个抵抗轴心国 先来开战 那根据这个熟悉情报的人士来透露 现在真主党可能会先有动作 就是有别于伊朗的这些动作之外 在未来几天就先对以色列来发动攻击 那以色列也呛名了 他们的国防部长格朗特就讲说 如果你伤害到我们的平民的话 我们将会十倍奉还 这个付出极高极惨动态价 你们就等着看吧 就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先呛吓在前头 那再来代理人战争 好像也看到了 就是美俄之间的互相牵制 因为这一次伊朗背后 已经开始有站上了俄罗斯了 俄罗斯已经很明确的提供伊朗一些防空 或是雷达相关的一些武器 等于是好像本来以色列背后站的是美国 那伊朗现在背后也有人了 所以美国是不是为着要来牵制俄罗斯 所以开始准许乌克兰有动作了 一直以来这两年多来 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争 美国设下的一条线就是叫乌克兰 不可以打进俄罗斯的境内 但是现在乌克兰是直接进攻俄罗斯了 部署一千名的兵力 还有超过二十辆的装甲车战车 现在说这个俄罗斯的库斯克州 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两百名的居民现在开始撤离 泽伦斯基开始大动作 要反击俄罗斯了吗 他们说俄罗斯把战争带进了我们的土地 现在也是时候了 让俄罗斯来感受一下 自己干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们体会一下这个战争的滋味 那是不是就是源自于说 普清派的烧伊古去伊朗 所以美国要来牵制俄罗斯 让乌克兰有这样的进攻动作 那我们看到普清讲了 他说众所周知 基辅的政权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挑衅 使用飞弹这些武器朝民宅救护车 无差别的开火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挑衅 那当然对于北极熊来说 你要是戳我眼睛 我一定会给予反击嘛 所以普清是不是真的发飙了 他现在呢在这个紧急会议上面 开始有一些后续的规划 那乌军打进了俄国 美国现在又开始讲 对外说一个讲法 讲说不支持不知情 但是是不是就是美国受益的呢 他说没有违反武器政策 好像我说我不晓得 但是这个好像也没有违反规定 跟他以前说绝对不可以打到俄罗斯 好像说法有点转变了吗 这是不是一个美俄角力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 其实伊朗要打以色列已经过三天了 那他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就是他没有预警 上次是让打之前还特别打了招呼 这次没有 那有人认为拖时间拖越久 表示可能会准备打更大 因为坦白说 从伊朗到以色列是1200公里 所以他射飞弹无人机等等 被拦截的几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可能会象征性的 就是不会像上次打到300枚 都从伊朗打 你那浪费 所以他是不是会挪到叙利亚打 然后跟黎巴仁珍珠党一起搞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关注的状况 因为如果从叙利亚还有结合黎巴仁珍珠党打以色列北部 就那边可能会有地面战争 然后导弹是从叙利亚 我觉得这个恐怕就不是一两天了 而且我认为他打的地方可能还会包括哥兰高地 那等于就是他对以色列占领的地方 那也正式表示不承认 因为川普已经承认了 那如果这样这个就挺麻烦的 不会迅速结束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毕竟他已经跟联合国打了召会 说他要做自卫反刺 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没有动作了 虽然他那个总统 他的总统就是担心会把伊朗的经济整个拖垮 所以跟那个宗教领袖是有不同意见 可是伊朗的军事是宗教领袖决定的 不是总统 那另外就是有关普京 对那个乌克兰进攻库斯克州感到愤怒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方面可以谈 第一个乌克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认为乌克兰他大概也预期到谈判快到了 可是他没有任何筹码 所以他就要让他的恐攻成为一种不确定因素 他事实上他的模式是恐攻 你进去一千人只伤到三十几个人 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地面作战 那第二个有没有美国因素 我坦白讲我比他打个问号 因为这个实在是不像真正的战争 好 来请教赖老师 这一次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情报 事实上是司令 有关于这一次的伊朗的问题 因为他预估说是8月5号左右 那么伊朗反击 结果没有反击 而川普的情报也失灵 川普说晚上就反击了 也没反击 现在在考验的就是以色列的情报 因为以色列的情报预估是8月12、13 所以是下礼拜 伊朗开始在他们的羞耻日 就是以色列的羞耻日中再给以色列羞耻 这样的一个反击 那预估是在12、13 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 所以下礼拜大概就看以色列情报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也做动作了 以色列他就提到说 他已经愿意在8月15派出这个谈判的代表团 来谈说如果你伊朗不反不包覆不反击 那我们就对于这个以哈的这个加沙地区的战争 我们可以愿意进入这个停战的谈判 所以预估是12、13打 但是我的谈判代表团是15号打 15号谈 所以如果你不打我们就谈 如果你打了我们就不谈了 用这个方法来去做交换 这是以色列在空中释放出来的讯息 美国的白宫在今天放出一个新的讯息 白宫的发言人说 伊朗没有充分的理由 去以色列进行全面性的反击 所以美国已经派出史无前例最强大的军力 包括F-22等都已经压过去了 航母也都压过去了 所以你伊朗如果对以色列报复 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我将会让你的经济军事受到严重的打击 所以美国等于是也在威胁伊朗了 恐吓伊朗 那现在问题是伊朗是纸老虎 还是美国是纸老虎 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以色列不是纸老虎 以色列说打就打 很赶 很鲁莽 但是问题是 如果伊朗在下个礼拜没有反击 那伊朗怎么对于它的海外的 这五个武装机构来去做交代 它的哈马斯 伊朗尊贵的客人 到他们家去做客 来去参加他们的总统的就职典礼 结果就在伊朗的境内就这样被杀了 而且是被赤裸裸的就这样直接杀害 而如果伊朗没有任何反应 那这个伊朗怎么去向哈马斯交代 以后哪一个武装机构领导人敢去伊朗 我觉得这个对伊朗来讲是不得不交代的 可是如果伊朗果然没有反击 那就是被认为伊朗是纸老虎了 可是如果伊朗反击 而美国没有去直接轰炸攻击伊朗的话 那美国会不会也是纸老虎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这两个单位两个国家都在摆出一个姿态 但是最终就一个国家会是纸老虎 那就在考验下个礼拜了 好 请教将军 我认为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 在这双方都有各有优势 我认为以色列优势在活力的优势 因为它毕竟在中东历经的五次战争之后 它在国防军事战争之后 它是跟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具有相对的优势都一直存在 但是它是因为先进工业国家 所以它如果这个战事一脱久 哪怕是没有战火没有整个爆发 但是对它的整个经济国脉民命 还有它社会秩序人民的生活 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那在伊朗怕不怕脱 黎巴嫩或者叙利亚或者是叶门的胡塞组织 怕不怕脱 他们不怕脱 他们国家反正都已经受到美国长年的经济制裁 生活条件都一直都是这样 没有办法有很明显的进步 那在这一方面反正它不怕脱 但是不怕脱 但是以色列被脱下去之后 以色列会造成它的国家 所面临社会的压力 百姓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以色列有一个 它就是说将来以色列报复的话 它会对平民做报复 你看到如果杀了一个以色列平民 以色列要十倍来报复 那这样子它会滥杀 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滥杀无辜 这滥杀无辜也会对这些 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叙利亚的这些军队来看 也会造成压力 因为他们的平民百姓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尤其这一次在加萨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胡塞组织 你看死了三万九千多人 大概现在目前已经超过四万人 结果70%是平民百姓 都是这些 还包括老弱妇孺 那这些手无寸铁的死了那么多 你看如果算一算的话 也就是两万多人 快三万人是平民百姓的 所以以色列在这方面 它是无差异的攻击 无差异的杀戮 那这个也会造成 有阿拉伯国家 尤其是伊朗跟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 这方面的压力 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这个乌克兰的泽伦斯基跨境攻击 到俄罗斯深入俄罗斯的境内 十公里这一千人 但是我认为它这个在跨境攻击 能够产生多大的战略的效果 我认为非常有限 因为这个兵力太小 第二个深入的距离是非常有限的 只有十公里 但是确实冒了非常大的风险 只要俄罗斯的军队 把乌克兰跨境攻击的 补给线一切断 前面的话到时候弹尽两绝之后 这些人也就束手无策了 没办法发挥火力 除非乌克兰有空权资源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来 乌克兰能够在那个地区 有掌握空权的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这个策划 可能只是个骚扰事 但是问题是牺牲了 这一千的官兵弟兄 我认为这个代价太高 我认为了